Hello 大家好 我是在韩国班中的文大志 我现在刚刚下班回到家 今天天太热了 没什么胃口 打算做一个清淡的韩式豆芽汤 下面就跟着文大厨一起撇学韩式豆芽汤怎么做吧 谢谢大家 适量的食盐 多适量呢 大家就自己估摸着放吧 一勺大喜大 没有的话也可以用鸡精代替 盖上盖子 煮个15分钟左右 15分钟之后 把盖打开 扒拉扒拉尝尝咸蛋 要是觉得淡了 就再加点盐 要是觉得咸了 就再加点水 调完了再扒拉扒拉 再放点胡椒粉 这豆芽汤就基本完成了 我选色辛苦工作了一天 没有鸡腿 咱就给自己加个煎蛋吧 煎蛋的秘诀是小火 来一 加一点苍羊果汁应该会更爽口一点 还是豆芽汤呢 特别的清淡爽口 很适合没有胃口的日子 或者是昨晚喝很多酒那种 可以当醒酒汤来喝 大家学费了吗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